百味的共同創辦人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題叫做一個舒適平等的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海明輝的短篇小說叫做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 這個句子就是靈感是取自於這個小說 直接致敬 我可以坐下嗎? 可以嗎? 那你要不要先照一張 要定格 OK齁,可以坐下 想要坐下的原因是我們在街頭上做運動的時候想要傳達的是 希望每個人能夠以相同視角平行地面對眼神的交集 因為我們覺得這樣子是一個最好交流的方式而不是上對象 然後第二個原因就是因為我是一個可以坐著就不要站的人 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就是烤箱腸的考驗 就是想要請大家用舉手的方式來回答就是我下面的情境問題 那這個問題是這樣子的 有一個婆婆她在每天就是你們家 欸你們家附近 你每天上下學的時候都會遇到她 那這個婆婆她就在路口 然後非常的黏麥 然後手上拿著一個就是塑膠籃 裡面放了許多像這樣子常見的口香糖 那她每天都非常奮力的去叫賣 那我想要請問各位 你每天經過路口的時候看到的這個婆婆 你會跟這個婆婆買口香糖的可以舉手嗎? 謝謝謝謝 好,請放下 那接下來的野生問題就是 當你今天買了這個口香糖 我想要請問這樣才舉手的人 那就是你覺得今天心情就是還不錯 因為你日行一善 你覺得今天晚上稍微犒賞自己一下 那就來吃個就是麥當勞 垃圾食物好了 就是犒賞自己的身體一下 那你去麥當勞正在排隊的時候 忽然就是覺得背後有一個排上來的聲音 非常的熟悉 轉頭一看 竟然是那個今天你早上跟她買口香糖的婆婆 對,而且你點了雙層級是牛肉寶 她還點了大麥克 比你多一層麵包這樣 那我想請問剛才舉手的各位 如果當你看到這樣的景象之後 隔天你還會再跟這個婆婆買口香糖的 可以再舉手嗎? 太好了,謝謝你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情節 我們常常覺得自己 對,想要選擇當一個好人 想要選擇自己當一個充滿正向能量的人 可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在本來口香糖的當下 難道不就是希望 就是自己能夠幫助到這個婆婆 能夠讓她的生活稍微好一點嗎? 那為什麼就是看到這個婆婆生活好像變好了 跟自己一樣可以去吃麥當勞 可以去點全餐的心理念方會有一點點糾結呢? 那人生百味其實就是我們從去年開始在立法院外面 因為很閒,就是像現在這樣子 坐在立法院外頭 然後每天去觀察路邊來來往往的人 那我們遇到了一些就是像是 不好意思 我們就是遇到了像是這樣子的弱勢的接賣者之後 去產生了一些反思 那我們對於弱勢的想像到底是什麼呢? 當講到弱勢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們心裡面常常浮起的就是很窮很老 行動很不方便等等之類的 那其實就是當我們真正接近了弱勢的時候 所謂的弱勢的狀態又是怎麼樣呢? 那我們從去年開始的時候 執行了三個計畫 一個叫做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 因為我們的組成團隊是由設計師 然後商管的同學 然後還有工程師,網路工程師 對,自己這種不同的角色 共同組成的團隊 那我們希望能夠利用自己的所長 能夠在這個社會上造成一點小小的翻轉 所以我們做的第一個計畫 叫做把回收拿給阿公阿嬤 那它其實就是一個就是 蒐集地圖 我們希望就是大家把家裡面就是底層回收者 附近的底層回收者的資訊 能夠踢進這個地圖 讓人就是有需要的時候想要做回收 或是剛好搬家有很多回收物需要丟的時候 可以就近的找到這些有需要的人 然後也讓他們不用再跑到這麼遠的地方去做回收 那另外一個是石頭湯喜歡 就是一開始所說的 我們去蒐集聖食之後 帶到街頭上 然後跟街上的街友大哥大姐一起分享 然後不只分享食物也分享一些故事 那另外的就是我們現在是在做群眾募資的人生甘馬店 那大家一定會有看過像這樣子的 就是街上非常努力叫賣的街賣者 不管是像賣餅乾的就是喜寒兒 或者是像是賣口香糖的阿公阿嬤 那我們常常都會覺得說 欸就是其實我們也想要幫忙 台灣人的熱心很足 可是只要就是 只要你看到他的情況好像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又容易有點退縮有點遲疑 所以我們想要去發展一些新的產品 想要去做一些新的方式 然後改變原本街頭上的樣貌 那當我們在做這三個計畫的時候 就發現就是眉頭一皺 就是自其中好像有點誤會 我們一開始是以一個希望能夠協助的姿態走近這些人 但是當我們遇到了回收的阿公阿嬤 我們心裡就想說阿公阿嬤一定很可憐 就是他一定是被家暴 他一定是被子女拋棄的 所以才不得已要出來做回收 但是我們真的認真的認識了這些阿公阿嬤之後 發現其實很多人他們是有家庭的跟家人住在一起 那為什麼他們還要大半夜的跑出來做回收 很多人其實是為了希望能夠保持自己生存的尊嚴 就算自己年紀再大了 再年脈了 就是他仍然希望靠著自己的雙手有一份收入 不要讓家人覺得他是一個負擔 那當我們接近街友大哥大姐 然後去問他們最需要的人是什麼 那大家都會想說街友最需要的是什麼 是錢嗎 是房子嗎 是工作嗎 那但是我們問他說 那我們就是可以提供什麼協助的時候 他們就跟我們說 幫我們當人看吧 就是把我當成一般人看 不要把我們當成是過街的老鼠 或是不要把我們流氧當作是髒亂的來源 那原來他們想要的是一個平等的感受 那這個是在市政府的一個接賣者 對 我們現在都叫他們陶雞 對 那這個陶雞它是第一個加入我們 就是人生干媽講計畫的陶雞 但他告訴我們很多他在街頭上的經驗 比方說他在路上就是明明就沒有要賣東西 他只是路過而已 就被旁邊的人揮手就是趕走他 那他就覺得很奇怪就是明明我也沒有要賣你東西也沒有要推銷 那另外一種狀況就是有些過於熱心的人是直接給他一千塊兩千塊 然後不拿任何一點就是他身上的商品就直接走了 那對他來講他也是覺得說 欸明明我就是在就是做生意嘛 你總不會經過嚴肅計攤就給老闆一千塊兩千塊 然後就走了嘛 那為什麼會發生這樣子的事情 那我們開始合作之後就其實發生了 就是各樣有趣的事情跟一些就是狀況 就比方說校長其實一直以來跟我們合作 給了我們很多的建議 然後給了我們很多就是街頭上的一些指南 然後也陪我們度過了很多的困難 直到前幾個月前校長忽然就是跟我們失去了聯絡 在他拍東西的地方找不到他 然後就是我們打電話也接不到 就是他也沒有接電話 那後來就發現就是校長生病了 對那他就跟我們講說他前陣子的身體不舒服 結果一去做檢查發現他的癌症末期 那我們就去乾淨跑去醫院去看他 對那他就跟我們說 就是我通常去Event就會說那你現在感覺怎麼樣 身體有沒有好一點 結果沒想到我們一進去醫院之後 他馬上就是跟我們講的第一句話 是最近的那個計畫賣得怎麼樣 就發現說其實原來他最在乎的事情 仍然可能身體是在其次 他最關注的仍然是想要完成一個計畫 他不停的說就是我們以後還可以更加油 我們還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販售 那時候我突然感覺到說就是原來我們不是一個 我跟他就是我讓他賣東西 他幫我賣東西 而是我們是一個團隊 我們一起可以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大家一定都聽過這句話吧 這都是為了你好 對就是大家小時候一定會有這樣的經驗 就是爸爸媽媽經驗說這都是為了你好 把你的壓制錢收起來 然後不准你吃某樣東西 那其實板頭過來思考 或許是過去我們是小孩 但是現在的路上的這些成年人 或是甚至是就算是小孩子 等到大家沒有選擇的自由嗎 我們常常認為弱勢或者是 我們常常認為弱勢或許是一個那個 就是貧窮 但是大家當我們開始自己去思考的時候 就認為原來弱勢不是因為缺少錢 而是缺少了選擇 對每個人都是迫於現在任何的壓力 可能是金錢可能是身體 導致他們沒有辦法選擇 所以我們想要創造一個就是舒適平等的街頭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想要了解更多的話 可以直接在Facebook上面打人生百貴 然後也期待大家 就是熱血的大家 想要找到方向的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列 謝謝